男朋友的妈妈说他们家不差钱 结婚的时候可以给五十万彩礼 我当真以为这么好啊 于是跟他回家了 可是 见了一面后 我连夜逃走了 那么有钱 谁爱嫁就嫁吧 我逃走要紧 床外是艳阳高照 炙热的太阳笼罩着整座城市 而我就在这城市里的其中一栋大楼里工作 这一天 我在公司里正敲着键盘 给公司新做了一个版面 正入神呢 男朋友兰康的微信视频就打过来了 正在公司 而且我很忙 就没有接 然后将他的视频给挂掉了 给他发了微信 怎么了 我还忙着呢 男友 我妈说过几天 让我带你回家看看 我定了 就这周星期六 你到时候下班了 今晚和我一起去买几套衣服吧 我很惊讶 我们才谈了一年多 而且还没有谈婚论家 怎么这么着急就要见家长了 并且都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就这样突然替我决定了 我有点觉得不太尊重我 我和男朋友已经谈了一年多了 他比我大一岁 在一家国企 里做普通职员 月薪五千两百 之前听说他妈妈是做生意的 爸爸是修车的 家里算是挺有钱的 我们两个人已经是相亲认识的 很多人都说 我这个男朋友是高富帅 但实际上 我对他并没有那么满意 于是我回了他消息 我现在还在忙 等下班后再说吧 他似乎有点不满了 为什么要等下班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感觉到他有点咄咄逼人的 我就更加没有那个心思了 于是给他发 我挺忙的 一会再说吧 他还是不依不饶的 于是我只能说 好 等下你来接我 这时 他才彻底消停了 我就继续安心 做我的新排版的页面了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就是很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打扰我的人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烦躁 还没有做好我的页面 结果 男友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我有些不耐烦地接起来 心仪 都下班了 你怎么还没有下来啊 我看到公司其他的人都出来了 这时 我才抬起头来 看向外面 原本高高挂起 的太阳已经往西边落下去了 还剩下一个大大的圆圆的 像月亮的晚霞 把周围镀上了一层金边 好 我就快忙好了 你等我一下 挂了电话 我马上将效果图预览了一下 还算满意 就将它保存了起来 关掉了电脑 就拿起包包和钥匙 出公司了 从电梯里出来 就看到了在一楼外面的 凳子上的男朋友 我笑着向他走去 走了 我带你去买衣服 买几套好一点的 见我爸妈 得穿贵一点的 好 那走吧 男友又细细地打量了我一下 你今天这套衣服不行 领口有点低 而且裙子有点短 我爸妈看了 会不高兴的 我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今天的穿着 一件白色V领衬衫 一条极西的中短包裙 并没有很暴露 都是很正常的穿着 我觉得还好的 我不满地辩解 两人很快就走到了 他的车子边 上了车子后 我侧面看了一眼男朋友 他今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 一条黑色的西裤 将衬衫的下摆都竖到了裤头里 将原本就修长的身材 衬得更加出彩 加上他那双浓眉大眼 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帅哥 大概是意识到了我在看他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他就把手伸过来了 牵了我的手放在他的手心里 并且用拇指轻轻地揉着我的虎口处 我被他这样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到了 看向他 他一脸的坏笑 然后我又马上直视前方 他将我的手拉了过去 轻轻地吻了一下 我心跳得有点快 脸有点热乎乎的 虽然我还是会为他心动 但实际上 和他在一起 并不如当初想象中那么美好 可能是我有点挑剔吧 虽然他家里确实有钱 而且他为人也不错 长相八分 但和他交往了一年多以来 我总是觉得 在很多事情上 他都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要求我 有一点强势 车子到了一个大型的地下停车场 走吧 带你去上面有一家衣服店里选 我就任由他拉着我的手 紧紧跟在他后面 到了上面 他进了一家店 挑选了几套衣服 拿着让我到试衣间里去试一下 我很听话地进去了 可是 这些款式都不是我喜欢的 试着穿了第一套 是白色的裙子 我走出来后 他走过来 还行的 这套衣服比你刚才穿着的那一套好 我又返回去再试第二套 这一套是法式高级感的气质西装裙 我觉得很不好看 穿上去好像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 可是 穿出来后 男朋友却说 嗯 很知性了 一共是了六套 最后他给我买了三套 柜台的收银员说 一共是九千两百八十元 先生 这边买单 我一听到这个价格 当时被吓坏了 想要拉着他走了 但他却拿着手机给我买下来了 出了门口 我马上对着他抱怨 干嘛要买啊 这么贵的衣服 我要是买两三百一套的 都能买几十套了 而且又不是很好看 男友拉着我的手 看向我 好了 别抱怨了 这个衣服值得的 我看以前我妈都经常买这个牌子的衣服 三四千一套很正常的价格 你自己看看你 穿的衣服甚至都不到一百块钱 地摊货 穿上去一点都不好看 很土的样子 可我就是这样的消费水平啊 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千块钱 我觉得一百块钱的衣服穿着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舒服又便宜 要我买三四千的衣服 我才不会买 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两套的 再说了 你自己的工资也不多啊 你也才五千出头的工资 万一以后真的结婚了 这样的消费水平 咱们都要喝西北风了 好了好了 别说了 你要跟我回去见我爸妈 如果入不了他的眼 到时候就得分手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就很不能理解 为什么你可以穿着那些不到一百块钱的地摊货来跟我约会的 有时候看电影 别人都一直看我们 我都不好意思拉你的手 他如果不提的话 我没有想到原来他是嫌弃我穿的衣服太便宜了 难怪之前每次一起去看电影 他都总是时不时就甩开我的手 直到进了电影院里 黑乎乎的一片 他才会把手伸过来牵着我的手 蓝康 我从认识你 第一天开始 我就已经和你表明了身份 我就是普通家庭长大的女孩子 并且还是农村 我爸妈穿的衣服比我的还便宜 我妈经常为了省钱买十几块钱的衣服 那按照你这样说 是不是你们富人就有资格看不起我们穷人了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有时候能不能顾及一点我的面子啊 我觉得你和我在一起 穿得这么廉价 我很丢人 男朋友很着急地解释 所以本质上还是嫌弃我 那你家这么有钱 我第一次去你家 至少得买好几万的礼物 他们才才看得上眼吧 但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个你不用管 我自己去买 你只要跟着我去就行了 两个人吵了一路 连饭都没有心情吃了 直接就回家了 幸好 我和他没有同居 不然的话 晚上还得继续吵 他也很生气 没有把我送回家 自己就开着车子走掉了 我一个人坐的公交车回去的 路上顺便买了一点菠菜和瘦肉 回去做一个汤 再买了一个土豆 花了不到十块钱 这就是我的省钱日常 我不觉得一定要去吃那种 难吃的韩国和法式餐厅里的精致的菜 才叫什么 像我这样自己做一点家常菜 过得舒服又自在 我记得刚认识男友的时候 他带去了一家人均消费500块的日料餐厅 那一点点东西 又不好吃 还超级贵 但刚认识他 我又不好意思说我不喜欢吃 就硬着头皮去吃的 晚上回家后 我自己又做了一碗拌面 吃得可满足了 说起这些 我又想起了之前和男友闹过的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 那是我们谈恋爱之后一起过的第一个生日 男朋友特地在一个酒店里包了一个大单间 请了很多的朋友们来 然后让我的闺蜜在下班后带着我去的 当时我不知道 她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那天 我到的时候 看到包间里很多陌生的男男女女 大家都穿得很正式 女孩子都化妆了 很精致 而且穿得都是礼服一类的 穿得也算是有点暴露吧 大家看见我了 有个女生说 我差点没认出来 你就是兰康的女朋友啊 真没有想到 她喜欢的是你这样类型的 闺蜜白了她一眼 怎么了 心仪这样的类型不好吗 那你又是怎样的类型的 你穿得再好 还不是有人不喜欢你 就喜欢她 我和闺蜜坐在了一个角落里 大家都没有和我们打招呼 我看他们聊得特别好 一起拿着酒杯在聊天 过了一会 男朋友进来了 她一进来 就看到了我 走到我边上 你怎么坐在这里啊 你今天是主角 还有你干嘛穿这种 又土又廉价的衣服 你这样让我怎么有面子 我有点委屈 我怎么知道 你要请这么多人 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啊 我以为就我们四五个人而已 男友说 都是朋友 一起聚聚 接着 男友站了起来 说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组织的这次饭局 其实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她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就不站起来了 听到这 我眼睛都直了 什么叫做我不舒服 我什么时候和她说过我不舒服了 无非就是觉得我拿不出手杯 不过也好 我也懒得站起来 像小丑一样被她的那些女性朋友们议论纷纷的 等会大家要敞开肚皮来吃 不要替我省钱 哇 蓝少果然是有钱人 格局很大 对啊 康哥有女朋友了 果然就不一样了 更加威猛了 康哥 你的小女朋友 看着还挺漂亮的 就是欠缺了一点气质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的说着 她说完了后 菜就陆陆续续的上来了 那些菜 平时我都很少会吃到的 有些菜 我甚至都不懂如何下手去吃 叫不出名字 她们一边吃 一边在开着各种婚玩笑 那些女孩子 也都顺着聊下去 聊得挺嗨的 之后有几个人吃好了 到另外一个桌子上玩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玩着玩着 好像有一个女生说了 她喜欢过我男朋友 大家都在起哄 我当时的脸色 应该是极其不自然的 但没有人会考虑到我的感受 她们玩得更疯了 居然开始又往婚玩笑上面带 有两个女生 还故意脱了外面的那小披肩 露出好看的锁骨 以及洁白的后背 我和闺蜜在玩手机 没有人和我说一声生日快乐 仿佛她们过来 只是吃这一顿饭而已 后来我想离开了 小声地和男朋友说 我想回去了 不喜欢待在这里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再玩一会 人家客人都在这呢 我觉得这里不好玩 我还没有说出口的那一句是 浪费我的时间 男友也不满我今晚的表现 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打牌啊 也可以和另外那边的人聊天玩游戏 不了 我不想 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啊 男友又抱怨我一句话 我只知道 自己待在这里 一点都不开心 熬到了晚上的十一点 他们才散场了 然后我看到了账单 花了一万三千多 等大家都走了以后 我说 分手吧 我们不合适 你发什么神经 我今天特地为你安排一次生日聚会 不就是为了让你高兴的吗 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 男友一样地责怪我 可我从来就不喜欢这种聚会 而且我觉得你的那些朋友 像混混一样 说话也是口无遮拦 男友侧脸来看了我一眼 你还是不懂 他们都是比较有钱人家的孩子 在很多事情上都比较放得开 和他们交往 以后对我们的事业发展有用处的 是吗 我不太喜欢 你为什么总是脑子不开窍呢 这个世界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你如果再不改变 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男友说着说着 声音提高了起来 看起来是生气了 可你不觉得 吃一顿饭就花了一万多 你觉得你有金山银山吗 你爸妈再有钱 也容不得你这样去消费 我觉得男友的想法和我的格格不入 看到他这样消费 我的心就很疼 即使那个钱不是我的 但我还是觉得特别的铺张浪费 欣怡 你这个想法 一辈子都成不了富人的 我有钱怎么了 我开好车怎么了 我吃一段花一万多怎么了 我又没有花别人的 但你目前的工资 根本就消费不起这样的生活 徐欣怡 你能不能别讲了 我是特地给你准备的惊喜 到头来你怪我浪费 我是没有多少钱 但我爸妈有啊 他们一年还会给我十万 再加上我自己的工资 这样的生活 我完全可以消费得起 又不是天天这样吃 怎么就让你这么反感啊 我一时语色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当时心里就是觉得 我和他不合适 但我每次提分手 他又死皮赖脸地来求我 并且 多次在我的面前 说他的一个大学女同学 很会打扮 每天都很精致漂亮 还有一个工作的女同事 穿的衣服都很知性美丽 还有谁谁谁走路很有韵味 反正在他的眼里 我不如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女性 有一次我们吵架吵得很厉害 我直接说 你要是觉得他们那么漂亮 那么会穿衣打扮 嫌弃我穿地摊货 那你就去找他们当女朋友啊 干嘛要找我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找你 我明明就觉得 你不是我期望中的女人 你也不算漂亮 但你适合当老婆 呵呵 说白了 就是觉得我够傻呗 没有心机 没有那么矫情 也不逛夜店不乱 和别的男生玩 每天安安分分地工作 下班了 买菜做饭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 哪怕月入几千块 也能够养得起 男人果然聪明 他自己是那种 经常出入各种聚会场合的人 他知道娶回那样的女人 婚后容易出问题 但同时 他又希望你能够像那些女人一样 妩媚动人 只对你浪 穿衣打扮精致好看 带出去有面子 真的是既想要这又想要那 真的很贪心 想到这 我觉得跟他回家见家长 都会是一个难题 第二天 男友又来找我 我希望他能够就昨晚的事情 给我一个解释 希望他尊重我 不要处处贬低打击我 但他却只字不提 仿佛昨天晚上和我吵架 吵得想要动手打我的那个男人 不是眼前的他一样 看着他给我带的饭 我没有什么胃口 看着他看得出神 我突然觉得 他离我好远好远 也好陌生 因为他的这些表现 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总是忐忑不安的 直到周五了 男友对我说 礼物都买好了 我放在了后备箱里 免得到时候忘记了拿 你明天记得化一下淡妆 我木讷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接受他的安排吧 星期六的早上 他很早就来接我了 我也早就化好了妆 穿上了他给我买的那套四千块钱的裙子 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眼前一亮 走近我 用手帮我把头发弄了一下 劈到了后背去 凑近我的脸 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你今天好看 在快要离开我的脸边时 他又说了这一句话 然后转身打开了车门 我就上车了 车子启动 我们聊了一会天 中途还下了车 买了几个包子当早餐 他的家离我们工作的地方的城市 有三百多公里 需要四个多小时 一直到下午的一点 我们才到了他的家 下午有台风 大颗大颗的雨拍打着我们的窗户 下大雨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再开 没关系 就要到了 这时 我看向外面 车子进了一个比较高档的小区里 里面都是别墅类型的 他的车子 停在了一栋三层的别墅面前 下车 到了 他有点骄傲地看着我 似乎拥有着眼前的这栋房子 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情一样 这时 雨小了 我们一起下车了 有一个四五十岁的阿姨开门出来了 康子回来了 我来替你拿东西吧 男友白白手 你帮他拿吧 他就过来帮我拿了 进门后 没人在家里 阿姨说 你爸妈都不在家 在公司忙去了 你们吃了饭没有 没吃的话 我给你们煮饺子吃 不用忙活了 方姨 我们也累了 先睡觉 然后他拉着我上了二楼 穿过长长的客厅 拐到了里面就是楼梯了 楼梯的扶手不是不锈钢的 而是圆木色的 上面还雕刻了一些凤凰的花纹 到了二楼往左手边 就是男友的房间了 房间很大很大 比我读书时候的宿舍还要大 天花板上是水晶吊顶 一样是圆木色的橱柜门 还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 以及很宽的飘窗 房间进门不远的地方 摆放着它大大的床 是两米宽的 房间里还有一个空间很大的卫生间 里面有镜子 梳妆台 你先睡觉吧 有什么事情睡一觉起来再说 我点了点头 就把包包放下来 又从里面拿了一套衣服 进了卫生间里洗了一个澡 男友看见我从里面出来 笑了 不用这么爱干净的 反正脏了 过两天叫方姨换洗就行 还是要换干净的衣服在躺床上的 不然感觉怪怪的 她就用手捏了一下我的脸 又凑近亲了一下 我就上床睡觉了 下午四点多 我醒了 男友叫醒的 我妈回来了 起床了 我就揉揉眼睛 跟着她下楼了 第一眼看到她 就觉得她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并不好说话 阿姨好 嗯 接着我们都没有说话了 我马上想起来了 送给他们的礼物还没有拿出来 于是 就跑上楼去 拿到了楼下地给她 阿姨 这是我买的一点小礼物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她没有接 而是喊了一声 方姨 你来拿一下 放到房间里去 方姨就来从我手上接过去了 而男友的妈妈 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妈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男友问她 还不是你说要回来 所以我就把公司里的事情 交给其他人处理了 自己早点回来 阿姨有点无奈的样子 方姨放好了东西 我就看到她进厨房里准备晚餐了 于是我自告奋勇 阿姨 我来帮你一起做 男友和男友的妈妈 都是很惊讶的表情 欣姨 不用你来做 这是方姨的事情 你不要抢她的活 我就撇撇嘴巴 出来了 一个多小时后 要吃饭了 但是男友的爸爸没有回来 要不要等一下叔叔再吃啊 我试探性地问男友妈妈 不用了 她没有这么早回来的 先吃 我就低下头了 跟着男友来到了餐桌边 不得不说 这有钱人的东西 就是特别豪华 他们家的饭厅 比我们普通人的客厅 都还要大 边上有一个餐边柜 里面摆放了很多的各种酒 我坐下来 开始吃饭了 方姨的手艺不错 做了八菜一汤 吃了几口后 男友的妈妈开始问我话了 听康子说 你的家在农村是吗 她突然看了我一眼 问出这样的一句话来 对啊 我爸妈都是很普通的人 没有阿姨您这么成功 她就淡淡地笑了 农村的也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 结婚以后 要安分守己 我有点不理解 这个安分守己的意思 她似乎知道 我有很多的疑惑 又说 就是 如果你真的和康子结婚了 那就得做到一下几点 婚后要辞掉工作 专心生孩子带孩子 至少要生五个 在家里安分守己 不要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朋友 尤其是异性朋友 因为我一个人开了多年的公司 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财经验 婚后你们的钱要上交给我帮忙打理 每月只留下五千块当林花 家里的卫生虽然有阿姨在打扫 但必要时候 你也要自己把房间里收拾好 擦洗干净 你要协助康子的事业 但不要胡搅蛮缠 有时候她在外面工作打拼 生意上的逢场作戏是必要的 没有必要揪着不放 你也看到了 我们家不差钱 彩礼的话可以给到五十万 她还在继续讲下去 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 如果我没有多读了一点书 说不定就真的被忽悠了 这不是给她儿子找一个免费赔税 又甘愿生一堆孩子 即使丈夫在外面乱来 也要忍气吞声 任劳任怨的就是会小媳妇形象吗 要生五个孩子 要把我当成猪吗 我才不会这么傻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 交到别人的手上 尤其是这么精于算计的婆家身上 更何况 我的男朋友的很多强势行为 不问我的意见 就随意替我安排的一些举动 也很令我反感 尤其是他处处贬低打压我 把我说得一文不值 显示自己高高在上的样子 就如同眼前的他的妈妈一样 骨子里处处看不起人 我是脑子进水了吗 你们家是有钱 但凭什么认为 有钱了就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呢 我记得《简爱》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话 你以为我没有钱财 家世寒威 长相普通 身材矮小 所以我没有灵魂 没有心吗 你想错了 我的灵魂和你的一样高贵 我的心和你的一样完满 我向你启示 如果神曾经赐给我一点美貌和财富 我早已让你无法离开我 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 我现在跟你说话 并不借助习俗传统 也不借助肉身 现在是我的灵魂和你的灵魂对话 就当我俩死了 站在神的跟前 平等地站着 因为我们确实是平等的 也提醒那些因为恋爱脑而委屈自己 的女孩子 不要委屈求全 听到后半段 我觉得和她们真的三观不合 又或者是 她根本就看不上我 所以才说出了这么苛刻的条件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里 我是一刻都不想待了 真的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坐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 心里却是无限的悲凉 我只吃了半碗饭 就说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 你怎么吃这么少 好了 吃完了也先不要离开桌子 我妈还有话要说 我站起来 对着男友很认真地讲 我觉得 你妈讲的那些话 是讲给她的儿媳听的 但很明显 我还不是 以后也不会是 说完 我就转身了 男友猛了 后知后觉才明白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你要跟我分手 她在后面喊 再说吧 我先上去收拾一下东西 后来 他们在讲什么 对我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我收拾了东西 提着我的行李箱就下楼了 在男友和他妈妈 错愕的眼神里 缓缓走向门口 后来想起 还是得和他们说一声谢谢的 于是我回头看她 谢谢这一年多以来 你对我的好 也谢谢你带我回家 谢谢你们今天的晚饭 我有点事情 就先回去了 又看向男友妈妈 阿姨 也谢谢你今天的款贷 然后 我转身出了门 没有再回头 这时 天空又下去了毛毛细雨 我到了一个亭子处 躲着 在手机上叫了一辆车子 两分钟后 车子就来了 我坐上去 看着车窗外的细雨 再看看这座陌生的城市 眼里渗出了泪 那天 他没有来送我 这一点是让我最失望的 但也无所谓了 之后他三番四次来找我 复合 但都被我拒绝了 我也没有想到 第一次和他回家 就连夜逃走了 但后来想想 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就不要硬挤进去了 免得大家都疼 你们说对吗 现在才是优优 Er益队转的